Hello,你好 最近捲入了藏哥和姜濤的示威裡面 有沒有很難做 我想因為我始終個個都認識 無論是姜濤 我們那天打球 Edan私底下 和JFFT都熟 所以其實是一個不想見到的局面 但當然了 去到最後就是 我想沒有人是會支持任何的 hate speech 或者去攻擊大家 因為始終無論是說笑也好 不說笑也好 我覺得Edan說得對的就是 可能人家真的會受影響 不開心 或者受傷害 不單止是當事人 甚至乎fanbase都可能會出現這件事的時候 去到最後是沒有一個好的結果 所以我絕對不支持任何的攻擊 或者是 尤其是網上的一些言論 例如可能連登 他們都會不斷無限去攻擊其他人 我也都很想跟他們說 不要再去攻擊任何的人 因為 人家已經是以一個很成熟的方式 已經以男人對男人這樣和解了那件事的時候 為何你仍然想去 扔一些東西 去希望看他怎樣反應 然後你得到一個途中的快樂 對你來說 是不是很好笑 人家回到家 不開心 看到不同的言論 對你來說 我吃一下花生 但對那個人 他的fanbase 他的家人 其實大家都不會好過的 所以我不希望再見到一些這樣的事 言下之 是否YT大哥都覺得 床哥這次的玩笑 是不是開大了一點點 我想他覺得 可能沒有那麼嚴重 但都是那句 無論你說什麼好 是別人怎麼聽話 如果別人覺得 是我不舒服 我覺得就是成立了那個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在第一天的時候 我都一收到那個 他fans的DM 我都已經馬上跟Edan說 如果真的怎樣也好 搞到你怎樣也一定不好意思 所以我想這個 我到最後都是不想任何人 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覺 因為去到最後 大家都在一個圈子裏面 大家都是朋友 大家有時候想約出來打球 沒有人想見到一個這樣的局面 是 因為我認識Edan 但你如果是這樣 有沒有想過 不如跟床哥說一聲 叫他跟Edan說 因為他直到現在都說 都未會跟Edan說對不起 或者不好意思 我想每個人是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們是沒有power去 逼任何人去說任何事 做任何事 或者不做任何事 或者不說任何事 但是當然我自己的 stance 就是我兩邊都熟悉 我兩邊都覺得 是我的朋友 所以 我覺得 我的責任 作為我自己 就是 我覺得這個感冒 我去 apologize 但去到最後 at least 我覺得 在這一刻 他們已經以他們的方式 很成熟地去對待這件事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再是在那 focus 究竟 誰說了些什麼 誰 在幾時說了一個 幾大的什麼 而是反而我們要 借助這件事去看看 原來大家可以成熟地去 解決一個這樣的問題 而這個才是我們作為 可能工作人物 應該可以給大家看 或者借鏡的東西 就不是繼續糾纏下去 因為這樣繼續糾纏下去 無論是當事人或者 Fanbase 甚至乎他家人 都是一個很困擾的一件事 你覺不覺得你這次 好像做了中間人 就好像夾心人這個角色 其實我不知道 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究竟是我夾在中間 沒有 純粹是 有時候大家都會 有不同的 disagreement 而有時候 disagreement 我們和解了就OK 這個就是我的感受 但因為這次這個是 由開手就是為了 要拉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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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不是變成了一個中間人嗎 都某程度上是的 都某程度上是的 就是我覺得 嗯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愈發愈大的時候 就 我想大家都困在一個尷尬的位置 不只是我 你是否覺得是一個換笑來的 嗯 其實我覺得不要界定他是不是一個換笑 還是不換笑 最重要是聽的那個人 他不舒服 那這件事就是 令到別人不舒服的一句說話 是 如果他不舒服 這件事是相當之合理的 那如果這句子你聽起來 你自己會覺得 會不會都是有些黑感覺的呢 就是當時人來說 都可能會 嗯 sorry 如果這句子 是你現在聽了 那你覺得 會不會都想多一步 當時人來說 會不會都有個黑感覺 如果是跟我說 就是說 YT你怎樣怎樣 因為我認識他的前徹底下 會有些少少不同 所以不公平 就是我給任何答案的話 我都覺得 跟聽的當事人會不同 那我覺得我的opinion是 不正確的 但是都是那句 攻擊 或者那個人感覺到 喂 我不舒服 怎樣也好 就是我不support的東西 有沒有留意到 可能網上的人 就是知道 因為你說過 你有跟Edan說不好意思 嗯 嗯 其實當床哥開拍攝 第二次Live的時候 你都有現場 但看見你坐到一旁 就沒有參與 嗯 好像有些網民 就是說 YD會不會變成牆頭草 就是什麼牆頭草 好像兩邊都支持 就是 可能你在床哥現場 就會幫床哥 你跟Edan 就是 那你跟Edan 有溝通 我又不會 因為我覺得 首先我 是一個認識Edan的人 如果 例如朋友在 DM我 說這句話不是太好 我覺得我應該跟朋友說你還好嗎 如果有任何令你不舒服的話 非常不好意思 但在同時去到阿昌自己的Live的時候 你不能說你一定要這樣說 你可以怎樣說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自由意志 你不可以說你不要說 說這件事 有沒有滴汗 我在現場是很無奈的 我在想他這樣說 好像在踩鋼線一樣 不是 因為這件事始終是他去發現 這件事是 但你有沒有曾經勸過他不如開Live 不要再說這件事 因為床哥其實有回應過 其實他開這個Live 第二次的Live 是屬於義氣之爭 義氣勇士之下開的 我覺得他現在自己怎樣想 他這一刻我都不太肯定 但我覺得他現在怎樣想 就是這件事已經結束了 但大家仍然在討論這件事 是大家不想令到這件事結束 而他們每一個派對都想這件事結束 但所有人就希望這件事繼續 他就可以繼續吃花生 然後就借助他們的痛苦 去得到我們每一天的快樂 而這個是我不喜歡的一件事 那即床哥現在都覺得自己不會再說 就是希望這件事可以完 可能這個你要問他才知道 我都不可以代任何人回答任何事 每一個答案我只可以代表著我自己 如果他不去那也是他的決定 這個不是我的決定 即是如果他說他要立即打關斗 都是他打的 都不是我打關斗的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我不可以代任何人去說任何事 但是有機會JFYT會拆火 遲些 你有沒有聽過 上次床哥說可能他沒有合作 這個我想暫時看看怎樣 這個我覺得又沒有想得太遠 因為始終JFYT由始至終 都是一個很即興的一件事 其實都不知道他的方向會怎樣走 所以我覺得大家… 你有沒有合作現在JFYT 以這個班底 以這個班底? 以這個班底? 即是接下來的 可能之前錄了一些訪問 都好幾個禮拜前 那歌那些方面 歌那方面其實沒有想太多 都是一班大家最重要好玩的 一個心態對音樂 但是我很appreciate大家 仍然很concern我們這件事 但我真心真心很想和每一個 可能網上在留言 在繼續攻擊不同的組織 好不同 無論是姜 無論是Edan 無論是我 無論是JFYT 即是… 至少在我自己的朋友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激進地做這件事 因為任何人看到這件事 都不會… 不會舒服 你覺得這件事對你有沒有造成不良影響? 我覺得這件事是… 一個… 一件事 我覺得人生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有沒有影響到你?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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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被人也罵一份 那會有些… 我… 都… 我… 不可以說攻擊 但是他們會… 喂… 他想保護他的藝術人 我覺得很混合 我覺得這樣不是太好 那是否代表著攻擊呢? 我… 每個人的那些尺也不同 但是… 我只可以說我是… at least on這件事 我覺得… 那個Fanbase 去愛戴他的idol 愛戴他的自己的人 這個我感受 也都grateful 香港有一件事 就是有Fanbase 愛戴自己的人 但同時間 就不要再繼續攻擊 都是那句 大家已經… 已經… 成熟地和解了一件事 是… 我…我沒有得會再給一些 很juicy的答案大家 是… 因為我想大家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是我… 講了一句錯的東西 然後… 大家可以再次去… 嘩… 又討論一次 但這個不是我想見到的局面 這個不是… 然後… 我已經感覺到一個留言 就說不要講那麼多經 所以… 我都… 不希望任何… 人有任何的傷害 傷害到你嗎? 這句話 哪一句 不要講那麼多經 壞天 當然不會啦 我當然會繼續講 他有那麼多 我說那麼多 因為… 我要… 我要令到他… 即是…難磨 這樣嘛 你差不多了 不是都很難嗎 好 好 好…